长者借由唱歌 抒发心情 欢喜学堂这一年多来 课校从每个月都来音乐演奏 到了一把年纪以后 他们需要朋友 来这边可以带给他们快乐 我觉得快乐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因为当你快乐了 你周边的人也会快乐 年近90岁的书法老师 写了一首游子音 现代社会需要提倡 传统校道理念 吴京菊还写了很多小春联 广集善缘 彼此相互感染正能量 在永和民生里 社区长者为了活动 纷纷走出家门 与邻里交流 营养师指导正确的饮食知识 阿姑阿嬷精神奕奕 健康的生活是孩子 社会的幸福 带一新闻 这是美志工 台北报道